哈喽大家好啊 这里是妮可 今年的夏天呢 我真的是疯狂的喜欢上了紫色 买了很多紫色的东西 发圈 发枯 甚至呢 手机壳和指甲 虽然我很喜欢这种香玉籽 但是我觉得紫色在脸上 还挺难驾驭的 所以一直我都没有在眼影啊 上面用过紫色这个元素 所以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今天的目标 就是要画一个好看的 有紫色元素的妆 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最近还蛮喜欢用的产品 那如果你对这一期视频内容 感兴趣的话 就请记住往下看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哦 我上一期的视频呢 有同学反馈说 那个画面感觉有点灰灰的 然后不是很清晰 可能是因为换了环境 然后我今天在拍摄之前呢 有去调整了一下 这个相机的参数 参数 参数 然后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会不会还觉得 现在的画面是很 很朦朦胧胧的 或者说很灰 所以第一步呢 我来校正一下我的黑眼圈 最近超级喜欢用这个盘子 虽然说 我只喜欢用里面的这一块 这个颜色 我基本上我的脸上是用不到的 用它来校正黑眼圈 一绝 一绝 它用起来真的很方便 我基本上每次都是用手 就可以解决 而且它在我的眼睛下面 真的是完全不卡文 你们看 校正了之后 我眼睛下面青黑色的部分 就缓解了很多 而且真的基本上 没有什么粉感 这个东西 用手指上 我觉得是最合适 上了就跟没有上一样 推荐 今天要用的底妆呢 是Hourglass的这个粉底条 之前购物分享里面 有跟大家说过 我回购了它 它真的很适合我的肤质 在夏天的时候用 在冬天用会有点干 但是在夏天就是 哇 太好用了 它的遮瑕力还不错 所以用量不需要很多 不要看我现在脸上 好像点了很多下 但其实每一下 它都是很薄的那个粉底 就是轻轻碰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用刷子 把它推开 你们看一下这个底妆的质感 绝了 喜欢 我现在看起来 我的皮肤贼好了 然后我最近非常喜欢 用的遮瑕液 是这个Makeup Forever的 这个HD的 是他们家新出 虽然新出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你是遮黑眼圈的时候 用在眼睛下面的 很多遮瑕产品 你都觉得很干 或者说妆感很厚重的话 你真的可以试一下这款 我觉得它的这个遮瑕产品 就是延续了它粉底液的那个 一个其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很清透 就对于遮瑕液 能有这种遮瑕程度的话 真的非常清透 一点都不会厚重 而且基本上在我的眼睛下面 没有太多的粉感 但是它的遮瑕力呢 确实没有特别强 就是对于遮瑕产品来说 是属于中等 偏上一点点的这种程度 定妆用的是 Gucci的这个粉饼 01号色 这个粉饼经过我这一个月的 装修的一个考测 它妆效是很好看 但是在我脸上 确实那个控油效果 其实就对于粉饼来说 我觉得就是 普通的水平吧 没有特别控油 我感觉它还是比较适合 干性的皮肤 好了 底妆就完成了 感觉完成了好久呢 今天想用的每一部产品 是这个上次的购物分享 跟大家分享过 我直接用的是 它这个盒子里面配套的 这个刷子 我的脸跟我的脖子有色差 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不喜欢 真的非常不喜欢 往脖子上面去抹粉底 因为会弄脏衣领 而且就是经常会忘记泻 就是你的粉底 就残留在这边 我觉得很容易长那个 颈纹 所以我现在都是用素颜霜 去代替 我等一下最后呢 在这里抹上那个素颜霜 今天的主角 眼影要来 这排眼影 我连包装都还没有拆 我拆开来看过 但是我没有用过 然后又把它给装回去了 就是这个超漂亮的 我是喜欢上了紫色之后 我觉得它很漂亮 然后我买回来 今天第一次用 诶 怎么打开 你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哇 真的又温柔 然后又有一种夏天的感觉 直到我心里去了 但是这个颜色 我真的觉得上眼还蛮大挑战的 让我构思一下怎么画 我用这个中间的颜色 先打个底 完那个蛋出师不利 我这个刷子忘记洗了 然后它上面好像还残留了一点 就是之前的那个 有点红的眼影 你看是不是挺红的 但是这个颜色它是不红的 你们看这个出师不利 意外的 有些好看的这个颜色 是吧 混合了一点红在上面 反而更好看 用鱼粉稍微戴一下眼下 鱼粉就好了 我这个不能说是教学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并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翻车 然后呢 现在我要用这个紫色 眼尾的地方刷刷 眼头又来一点 应该看到一点紫的感觉吧 我感觉它这个紫色 不是特别的上色呢 这个紫色上演之后 是那种粉紫色的 下眼影也戴上 我的镜子里看着 我眼妆已经停止了 但是在相机里感觉 好像有点吃妆 它看来没有那么的紫 然后呢 我觉得还要再用 最开始中间的这个颜色 一点点 然后在这个紫色的边缘 再晕染一下它 沾这个颜色 混合这个颜色 去压一下下眼尾 只是用这个颜色 去压下眼尾的话 感觉有点飘 要用这个混合一下的话 才能扭压住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要hold住有紫色元素的颜影呢 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当然只是我认为 我的 着剑认为 要有一些 很鲜的一些 闪片色 或者珠光色 但是呢 这个盘子 它的闪片色呢 显然都不怎么鲜 就是这种 饱和度太高了 这种不够鲜 所以我拿了这个Urban Decay的这个牛郎色上来 就是要这种 用这种小的刷子 然后呢就刷在眼皮上 这个不是镜子 对不起 有点太紧张了 这个才是镜子 诶好 诶怎么不对焦 对焦 这种波光淋漓的效果 一定就是要小范围的闪 大范围不行 越大范围就越凸显不了 波光淋漓的 诶怎么老不对焦呀 看到吗 一点点 能不能对焦 难道我搓太近了 下眼影 中间这个小小的地方 也来一点 面积不要太大 然后呢我想用这个橘朵的G619 这个大闪片的颜色 再点缀一下 你看它摸出来的闪片 都是很大一块的 特别大一块 哇像头皮线 紫色再补充一点点 用Canmake的这个棕色的眼线笔 去画一下内眼线 最近这个眼线笔风挺大的 它真的很好用 便宜大碗 值得拥有 这么热的天 在我的眼睛上面 也不怎么晕装 而且很流畅 画起来的手感很舒服 如果这个紫色的眼影 去配黑色的眼线的话呢 我觉得会有点突兀 因为紫色有点鲜鲜的感觉嘛 如果用黑色的话呢 就是颜色太实了 棕色的话 在色感上给人一种 更轻盈的感觉 会更加合适这个眼妆 这个眼线笔在我这儿 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用的比较快 想要再增添一下 这个紫色的感觉 所以用到了 G凡西的一个眼线笔 这种紫 这一点点 我用它来作为我的这个 眼瞼下肢的这一条眼线 要跟上面棕色的眼线 连接在一起 我这个眼线特意画的 不是那么长 短短的 因为我就想要有一种 比较俏皮一点的感觉 先用打底膏 简单刷一下 小二T的这个睫毛膏 我觉得它好用 主要是因为它的 定型能力挺不错 而且在我的眼睛上面 不晕装 但是呢 它有一个对于我来说 不是很喜欢的缺点 就是它的刷头 太大了 所以呢 你在刷的时候 很容易会刷到眼皮上 就是要小心地去刷 只要你小心地去操作了的话呢 它的内容部本身 确实还可以挺好用的 也不会刷的苍蝇腿 比较自然的那种 接下来上腮红 腮红重的是我最近超级喜欢的腮红 这个NARS的Behave 因为眼妆已经是比较重了 眼妆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嘛 所以腮红我觉得就是 你看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紫色的感觉 腮红就不需要说存在感太强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好 今天用到的修容盘是这一盘 我新买的 然后用这个中间的这个颜色 修一下鼻影 一点点就好了 就是这种感觉的妆 如果修容太重的话 会破坏那个感觉 脸颊的修容呢 也是很淡很淡 还是用的这个颜色 颧骨的地方 稍微刷一下 向后线 我喜欢短下巴 所以能会下巴这里 也打上一点修容 口红呢 我想用这个 巴宝丽的53号 它是有一点暗紫色的感觉吧 但我也不确定 先试一下这个颜色 就很薄的先涂一层看看 我看下巴宝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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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下巴宝丽的